因為未來是業績期的尾聲 未來超過800間公司 會陸續公佈業績 你覺得有沒有板塊或過股 是有機會超過預期的 或者業績是符合預期 但是有機會派特別息 投資者可以預先做一些部署級 或者留意著呢 我想其實這個星期的業績 可能去到尾聲 大部分一些所謂 剩下的大價股都會出業績 包括老人股、地產股 但是有沒有期待的業績 可能是看重亡工業股 比如說今個星期 其實都有一些工業股 例如新州都會公佈業績 可以看看究竟 之前的人擔心 它的匯率問題 或者疫情問題 越南停工 影響究竟是否我們想像中這麼悲觀 可以等一等 其中一些資源股都會公佈業績 譬如說中梅 之前都發出了盈氣 盈利都升兩倍多 出來後 尤其是剛公佈7月份的銷售數字 似乎仍然為止是強勢 所以看看究竟官僚曾經業績出來的 中梅這些股份 或者整個煤氣彈塊 他如何評論近月的銷售數字 其實都給予一些指示 由自然而言 我想在近期氣氛就不開始一般 可能就擔心中國經濟貨門的問題 但如果出來看回他 而展述最近七月份 甚至八月份的情況 會不會我們試過這麼悲觀呢 其實可能會給予新的訊息給大家 所以可能驚喜度可能有一點點在 即是看驚喜還是喜就不知道 但是因為其他業績 我覺得預期落差不會太大 例如路人股 我想落差不會太大 地產股的表現 香港的地產股的中規中矩 資源公佈業績都見到 其實股價沒有反應 所以你說真的要捕捉業績期 而希望有些驚喜的話 可能留意一下重磅公月股 或者看回資源股的情況如何 燃製在美景公佈奔 變成股有所幸福的 所謂市場中的影響 克力給予新的行動 最新 canopy的活動 估計牌 第一天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